有什麼可以留意呢 我覺得其中一隻可以放回去慢慢收集的股份 就是中國建築港幣 剛剛公佈完業績出來 其實都做得不差 你看到上半年的營業額增加了47% 期內應佔入利也有良成的增加 派息也有增長 整體營運相對做得不錯 為什麼能夠帶動上半年有一個不錯的表現呢 其實這次上半年就受到香港的義務帶動 因為他幫忙建了很多不同的方艙醫院 還有一個將軍澳中醫院 其實他也有幫忙做 所以令到他整體的收入 其實都可以 在這次來說大於內地的收入 香港收入的貢獻已經到達2.7% 內地的收入一直都是最大的 也有一個平穩的增長 也有5%的增長 其實這個也是繼續平穩的增長 對於整體公司來說 是一個 挺好的發展 還有一個點 其實他做一個 組合的建築 近期來說也是繼續取得的 技術突破 其實你真的用一些預計組件 然後去到工地那裏裝扣在一起 其實這一樣的技術能夠將那個 起樓的時間 其實大為縮短 整個中國建築來說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一個優勢 所以你看到去overall來說 業績 其實不會有什麼特別很大的 一個驚喜 但是維持著一個 不錯穩定的增長 甚至上半年內地 相對上的環境比較困難 但是其實 保持得到 有一個正增長 對他來說 已經是做得 不錯了 交道功課 也有 新的合同 還有助手的合同 其實也有一個 挺不錯的 一個金額 在這裏 意味著什麼呢 未來的業績方面 其實也有一定的打底 在這裏 所以 真的想去 現水平 穩穩 稍稍稍稍稍 未來就應該有機會 繼續好轉 的一些股份 中國建築 其實是其中一種 我覺得是可以去考慮的 一種股份 你看到他的走勢 今天其實是突破了近期 做出來的一個 降軌 再向上的話 可以看看 年初 高位水平 看著九個半、十溫 這些位 能不能夠先上去 但 未必是這麼容易 我相信 反而 為甚麼 就算 我都會覺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反而你應該 採取 短期 能夠突破降軌 升上去當然好 但反之 其實他在這些 低位 繼續整股 是一個 慢慢吸納的 股份 內地業務 始終 overall 我覺得其實是房地產市場 是慢慢觸底 是bottom 在上半年其實都能保持 增長 下半年 如果沒有特別大的 壞消息 或者經濟 很差 向下行的話 我相信其實都應該 可以 會有一個 穩定的 一個 業務表現 然後繩住內地的房地產市道 慢慢向好的情況之下 應該那一半 其實都可以 有一個 溫和的增長 對他來說其實很重要 因為 其實有一半都是 在 大陸 你在香港 其實 上半年其實都有疫情影響 不要忘記 你下半年來講 我相信 接下來 再這麼嚴重的情況 都應該會 比較 低 發生的機會 所以其實你在香港 可能未必有上半年 因為你建了很多方艙醫院 這麼好 但接下來 都應該 平穩的發展 其實也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 求一隻 業務穩健 然後有增長的股份 的話 它有 那個股價 其實就是 因為你 疫情 和內地的房地產 市場 其實因為 這樣 重大負面消息 其實才震下來 其實在這個低位 你又發現得到 那個業績又不是 大家 真的會害怕得那麼差 其實都是交流供貨 和幾好的情況之下 也是反映得到 其實是可以 值得慢慢 在低位又收集了 的股份 但是很快 能夠很有動力 上升 然後回到 樂觀地 希望可以 但我相信機會 又不是 那麼大 因為你始終都是要 你會輪住內地的 那個房地產行業 你看到內房股 經常波動 對它來說 其實都 有一定構成 一個負面壓力 就算 你 直接的影響 未必有 一定會有些 心理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 可以 都是放進 Monitor List 監製名單 可以慢慢 去考慮 去收集的 一只股份